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最近有一个小朋友受伤住院了 那么需要输血 结果医生告诉他 他爸爸和他妈妈的血都跟他不一样 不能给他输血 他就跟我说 是不是他不是亲生的呢 那么为什么不同血型的血不能够互相输呢 血型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人类输血的历史 输血史 其实这个血这个东西人们从很早以来就感觉很有意思 比如说在古罗马时代 古罗马时代的人认为 如果喝了别人的血就可以有力量 所以他们争相去喝那个冰死的人的血 喝血 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到了中世纪 中世纪的时候人们又怀疑说有些生病 这个疾病就隐藏在血之中的 所以说开始搞了另外一种疗法叫放血 比如有一个人他患了癫痫 于是就放他的血 放得多了 这个人癫痫没好 然后就死了 就是喝血也好 放血也好 最开始人们都许的认识是很浅薄的 那么输血开端是在17世纪 在1616年的时候 英国有一个科学家 名字叫威廉·哈维 这个哈维他第一个发现了血液的循环 就是他知道血液在人体身体里面是循环的 血液循环 他不仅发现了血液循环 而且还知道了心脏的作用 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 它可以使这个血液流动起来 他还通过这种方法往人体的血管里边注射药物 让这个药物随着人体的血液流变全身 所以这个人他发现了血液循环非常厉害 然后又过了几年 在1665年的时候 有一个英国的科学家 名字叫理查德洛尔 这个理查德洛尔他就开始想了 说我能不能让不同的人 或者不同动物之间的血进行相互输血 他就找了一条狗 把这条狗放血 放了一段时间 这狗就快死了 然后他又拿了另外的一个狗 给另外一个狗拿一个鹅毛管 连到了这只冰死的狗身上 然后另外的一个健康的狗给它输血 结果发现那个快死的狗又活过来了 他就第一个开始了动物的输血 紧接着人们就想 那我能不能用这个血给人输血 这就到了1667年了 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敢给人输血 那么这个有一个法国人 这个法国人名字叫让德尼 说他敢 他为什么敢呢 因为他是那个法国国王的御医 权力比较大 他就敢 那么他就用这个牛还有羊的血 给这个小孩输血 那么这个输血过程成功了没有 他最开始用羊的血给人输的时候 成功了 那小孩成功的救回来了 后来他用牛的血去给另外一个小孩输血 结果那小孩就死了 死了之后这个家长就去告这个人 就说这个人用这种不好的方法 把他小孩给弄死了 后来英国和法国的意愿都通过了一项决议 就不准再给人输血 所以这件事就停滞了150年 150年之后 人们又重新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 那就到了1817年 1817年的英国有一个科学家 名字叫布伦·德利 这个布伦·德利这个人非常厉害 因为在那个时代有一个对产妇很大的威胁 就是产后大出血 这个一个产妇一旦大出血了 在那种条件下是基本上必死的 他就想我们能不能通过输血的方法 把这个产妇的命救回来 对吧 于是他就面临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产妇大出血 他是个妇产科医生 产妇大出血 他怎么救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说让这个产妇的丈夫给产妇输血 于是就造成了这个人体输血 他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 人体输血到底行不行呢 他其实也没有底 后来就去做实验 反正这个产妇一旦大出血是必死的 那咱们就试试吧 对吧 于是他就找了10个产妇 这10个产妇大出血 其中有两个产妇没有来得及抢救就死了 那么还有8个产妇 这8个产妇里面有几个活的呢 有4个活的 有4个活的 4个死的 那也就是说他把这100%的死亡率 降成了50%的死亡率 所以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 不过他也没有搞清楚 为什么还有4个人是死掉的 他不仅如此 还发明了一大堆这个输血的器材 他发明了很多的输血器材 比如说他发明了一套用这个重力输血的这个器材 什么叫重力输血呢 咱们现在这个到医院去挂水 就是把这个水挂高一点 就利用重力 是吧 就可以把这个药打到我们身体里了 他这个重力输血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他提出了这样一种方法 发明了很多器皿 所以布伦德利实际上是真正意义上的 人体输血的第一个医生 他被称为这个人体输血之父 非常厉害 那么到了近代我们这个输血又开始做了很多的变革 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输成分血 成分血的意思就是血液拿出来之后进行分离 然后进行运输储存 会比这个直接人体输血会更简单一些 这个能不能成功的进行血液分离 其实是一个国家医疗水平的一个标志 那么为什么说有的血型不同 你输了血之后这个人就会死呢 不懂血型的人为什么不能输血 那我们就要继续研究血型到底是什么了 血型到底是什么 这个事儿人们其实搞了一百多年才真正搞明白 最早是在1900年的时候 有一个奥地利的科学家 名字叫兰德斯泰纳 兰德斯泰纳 这么一个科学家 这个兰德斯泰纳他发现了一件事 他说如果你把不同的血液混合到一块 会发生什么现象 会发生凝血 凝血的意思就是这个血液就沉淀了 那把血管给堵住了 当然就死了 对吧 同样的血液放到一块就没事就不凝血 于是他按照这种方法就进行这个分类 他把这个血液分成ABC三类 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对应的A型 B型和O型 C改成了O 后来他的学生又发现了第四种类型 就是AB型 那么这个A型 B型 O型还有AB型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其实我们现在才搞清楚 搞了一百多年 那个当时他并没有搞清楚 他只是把它分了个类 现在我们知道人体的血液里面有红细胞 有红细胞 这个红细胞它的表面有很多复杂的结构 比如说有一个结构叫糖链 在这个糖链的末端可能会存在一些抗原 抗原要分类 可能是A抗原 当然它还有其他的糖链 这个糖链它可能就连接了一个B抗原 当然也有可能这个糖链末端什么都没有 也可能就是没有A抗原也没有B抗原 那么我们现在按照这种分类方法 实际上就是根据抗原的不同 假如这个人的红细胞表面 那糖链末端连的都是A抗原 我们就称之为A型 但是A型血不一定都是A抗原 都是A抗原 那我们叫大A大A 也可能是有的是A抗原 有的是没有抗原 那这种情况叫大A小I 但是它也算是A型血 那么第二种类型叫B型血 B型血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的糖链末端连的都是B抗原 叫大B大B 或者有的是B抗原 有的没有 就是大B小I 这两种都叫B型血 那么所谓O型血是什么意思呢 O型血的意思就是 这个糖链末端没有A抗原 也没有B抗原 我们写成小I小I 还有最后一种类型叫AB型 AB型什么意思呢 就显而易见了吧 就是它糖链末端有的是A抗原 有的是B抗原 写作大A大B 这就是四种类型 那么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血型不一样之后 我们还要讨论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同血型的血混合到一块 它会凝血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是因为人体的血清当中是含有抗体的 血清中的抗体会有什么作用呢 它会对非自身的抗原 非自身的抗原存在抗体 意思是说吧 假如这个抗原是我自己的 那我这个血液里就不存在对我自己这个抗原的抗体 但是如果你这个血液里的抗原不是我自己的 是别人输给我的 这个时候我就要看一看了 这个抗原以前我有没有 如果以前我是有的我就不管你 如果以前我是没有的 那我这个抗体就会使你凝血 使你凝血 这样它可以区分是外来的血液 还是我自己的血液 一旦凝血了血管堵住了 那你就死了 对吧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有两个人要输血 这两个人 一个人他是AB型的血 一个人是AB型的血 还有一个人是A型的血 咱们来看一看他们俩输血行不行 先让AB型的血去给A看看行不行 AB型的血给A之后还有两种抗原 一个是A抗原 一个是B抗原 但是A这个人 他只知道自己有A抗原 他来了个B抗原 他就受不了了 血清会有什么 对B抗原的抗体 使这个血液凝固 于是他会怎么样 他会死亡 但是我们反过来看 让A这个人 A型血的人输给AB型的血 可不可以 那么他会把这个A型抗原 带给左边这个人 对吧 但是因为左边这个人 他本身就有A型抗原 所以他不怕 因此他没事 他就活了 所以也就是说 这样从左往右输血 这个人不行 他会死 但是A型血给AB型输血 它是没问题的 是可以的 咱们再举个例子 还是两个人进行输血 一个人是B型血 一个人是O型血 我们知道B型血里面 还有B抗原 如果B型血的人 给这右边的这个O型血输血的话 O型血一看 这个抗原不是我自己的 于是开始凝血 他就死亡了 对吧 反过来说O型血 它是什么抗原都没有 它可以输给B B一看来的这个血 什么抗原都没有 所以没事 对不对 所以他就活了 从这一角度上看 我们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O型血 可以给很多人献血了 因为O型血 什么抗原都没有 注射到谁的身体里 都不会产生 这个抗体的这种反应 对吧 所以说一般有人说是说吧 说O型血是最慷慨的 因为它可以给很多人输血 对吧 那谁是最吝啬的呢 说是AB型血是最吝啬的 为什么呢 你看AB型血它什么抗原都有 所以谁给他输血 他都可以接受 但是他既不能给A输血 也不能给B输血 也不能给O输血 对吧 他只能给AB型的人输血 所以就所谓的AB型是最吝啬的 这么一个意思 好 那么我们再去讨论 最开始我们提出的问题 说这个小朋友他生病了 住院了 要输血 结果发现父母都不能给他输 那咱们来说一下 这个父母还有子女的这个血型 之间有什么关系 血型实际上是由基因决定的 我们知道人有23对46条染色体 我们画一对染色体 这个我们称之为同源染色体 在同源染色体上面有等位基因 所谓等位基因就是位置差不多的 这个地方有一对基因 这个基因共同决定了人的性状 比如人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 是吧 这个人是舌头可以弯还是不能弯的 等等这些性状是由一对基因决定的 那这个叫等位基因 等位基因 行 等位基因就可以决定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大A大A还是大A小I了 其中大A和大B其实都是显性的 显性基因造成的 而这个小I是隐性的 也就是说如果只要你有一个大A 那比如说大A大A或者大AI 你就都是A型血 只要你有一个大B你就是B型 比如说你两个都是大B 或者一个大B一个小I都可以都是B型的 除非两个都是隐性的 小I小I你这回才是O型的对吧 所以这是有显隐性之分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父母的血型 咱们假设这个父亲他的这个血型是大AI 也就是A型血 这个母亲他的血型是大BI 也就是B型血 那么在他们两个生孩子的这个过程之中 同源自体会分开 来自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 所以说这个孩子他的血型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是大A大B这是一种可能 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是大A小I 这个大A和这个小I对吧 也可能是这个小I和这个大B 叫大B小I 还有可能是这两个都是小I给孩子了 小I小I 咱们来看 那假如这个孩子是AB型的血 那父亲也可以给他输血 母亲也可以给他输血 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都可以输的 那如果这个孩子他是大AI的话 只能是父亲给他输血 母亲是不能给他输的 如果是小BI 那只能是母亲给他输 那如果这个孩子是O型血呢 如果是O型血的话 父亲给他输血会有抗原A 他会受不了 母亲给他输血会有抗原B 他还是受不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能输血 因此孩子有的时候不能接受父母的输血 这个并不一定就代表他不是亲生的 是吧 最后还想跟大家谈一谈 那个现代医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这个技术就是造血干细胞移植 这个血液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们为什么要移植造血干细胞呢 血液的产生其实最开始都是由造血干细胞产生的 这个干细胞它会进行变化 它可以首先变化成什么呢 共同零系组细胞 这是一种零系组细胞 还有一种就是共同水系组细胞 那么这两种细胞会继续分化 零系组细胞可以变成T细胞 B细胞 咱们以前谈到过 这个就是免疫细胞 还有就是水系组细胞可以分化成我们血液中的各种成分 比如说红细胞 血小板 白细胞等等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移植造血干细胞呢 这是因为有些人可能患有很严重的疾病 比如说严重的血液疾病或者是一些恶性肿瘤 那么造血干细胞移植就可以治疗这些疾病 现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可以治疗 包括白细病在内有80多种致死性疾病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医疗手段 造血干细胞移植 有人说那是不是就是骨髓移植 听着就可怕 它的方法其实现在已经比较多了 我们简单介绍几种移植的方法 第一种移植的方法就是我们俗知的骨髓移植 骨髓移植就是捐献者 捐献者需要在自己的骨头上打个洞 就在这恰骨的这个位置打个洞 然后我们去抽取骨髓 在恰骨的位置打个洞 抽取骨髓 抽多少呢 500毫升到1000毫升 500毫升到1000毫升什么概念 大家喝过那个大桶的矿泉水吧 那一大桶是1000毫升 也就是一升 所以这个听起来就很吓人 而且需要在骨头上打洞 但是随着医学的发展 这个移植技术也在进步 比如说现在我们采用的方式 很多是外周血的这种方式 现在这个中华骨髓库 它进行捐献的时候 也采用这种外周血的方式 你不需要在骨头上打洞了 这个方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首先你要捐献了 你先住院 给你每天打一针动员剂 这个动员剂可以迫使你的 这个造血干细胞 从你这个骨髓里面跑到你身体里面的这个血液之中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动员 大概是四五天 经过一段时间动员 然后到正式做手术的时候 我们就采集你的静脉血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在骨头上打洞了 你只要打一个针 打完了针之后 拿这个抽血的机器 把你的这个静脉血抽出来 然后通过这个机器 它提取出那些干细胞 然后再把剩下的血还给你 抽取你的血量 大概就是50毫升到100毫升 那咱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过程其实跟打点滴是差不多的 就是你扎个针 然后抽点血 再把那剩下的血还给你就可以了 所以对人的伤害其实非常非常小 副作用也非常非常小 相比于这个骨髓这种可怕的方式 外周血已经非常进步了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对身体一点伤害都没有 就是得花点钱 这个就是臍带血的方式 采集臍带血 这个臍带血就是这个小孩生出来了 生出来了 这个时候它是通过这个臍带 连接到母亲身上 这连接胎盘 对不对 正常的情况我们在这 把这个剪断 剪断之后这个部分就扔掉了 对吧 没有用 这血液我也不要了 但是实际上这里面 还有很多的造血干细胞 而且这个造血干细胞的造血能力 比刚才这两种方法 造血能力要强10倍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好的 一种移植的这个素材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在孩子一生下来 把这个臍带拿出来之后 就在这里打一个 打一个洞 然后我们还抽血 抽血抽多少 抽几十毫升 抽完了之后 把这个血干嘛呀 把这个血保存起来 当我们使用它的时候 比如以后 如果这个孩子生病了 或者是他的兄弟姐妹生病了 或者是虽然不是他们家的人 但是跟他配型成功的人生病了 你都可以用这个臍带血 里面造血干细胞去救人 而这种方式 其实对人体是一点伤害都没有 而且现在这个保存臍带血的方式 已经非常先进了 可以保存几十年 这现在最长纪录是保存了23年 所以大家以后如果生孩子的话 最好有经济条件允许的话 都保留一下臍带血 为以后自己提供一个保障 一个人 成年人 他全身的血量 大概是4000毫升到5000毫升 那么如果一次失血10%以下 就是不足500毫升的话 是极少引起人的不良反应的 所以我们献血的时候 每一次献200毫升 献300毫升 这个其实对我们身体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而且人的身体会自我调解 也就是说当你失血之后 这个身体的造血细胞就会工作起来 然后去造更多的血 它反而会刺激你身体的造血功能 其实捐献造血干细胞 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 虽然以前的这种抽骨髓的方式 听起来挺吓人的 但是现在采用外周血的这种方式 对人体的伤害是很小的 还有就是如果采用期待血这种方式 那就一点伤害都没有 人体的造血干细胞 本来就50%左右 是处于休眠状态的 而每一次捐献 只捐献0.3%到0.5% 大概一两周就会完全恢复 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最后我还想做一个呼吁 大家都看过漫威的电影 里面有许多的超级英雄 他们可以挽救许多人的生命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 你也可以成为一个超级英雄呢 只要你能够爱心献血 爱心捐献骨髓 那么有一天也许你的善举 就能够挽救一个重病的病人 那么新生儿的父母 如果有条件可以自己储存期待血 如果没有条件还可以捐献期待血 无论是储存还是捐献 都不要把这个宝贵的资源浪费了 你的这个善举会帮助许许多多的人 也会最终帮助到你自己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西瓜视频和YouTube账号 里面的老师里关注我